之前有跟各位說過 Infinity World正在開發新的《現代戰域2》 隨著《現代戰爭2》的正式揭露 我整理了一些最近的資訊 新的《現代戰域2》採用的是全新引擎 是2020年《現代戰域》的全面進化 不僅地圖將徹底改頭換面 也會推出全新模式 根據爆料消息 《現代戰域2》的地點設定在哥倫比亞 這個設定其實不意外 因為《現代戰域2》是要去哥倫比亞打獨銷 而每一年的《現代戰域》 也都會跟當年的《決勝時刻》有關 《現代戰域》到現在依舊維持高人氣 原因在於持續更新 我認為《現代戰域2》雖然也是不脫離大逃殺的玩法 但製作組肯定會想辦法透過更新特別活動來拉人氣 前陣子有消息表示 《決勝時刻》可能會取消一年一做的傳統 並打算讓《現代戰爭2》撐兩年 傳言表示2023年會釋出免費的COD作品 因此《現代戰域2》上場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且T主目前也在幫忙製作《現代戰域2》 2024年才換T主的作品上場 據說是黑色行動系列 請注意 2020年的《現代戰域》 與2023年的《現代戰域2》 是兩款截然不同的遊戲 《現代戰域》不會因為《現代戰域2》的推出而停止營運 但勢必會把大量玩家拉過去 另外 《現代戰域2》的跨平台功能很可能只支援新世代主機 至於舊世代主機則只能互跨 不能跟新世代主機與PC一起玩 類似《戰地風雲2042》的做法 之前有人向官方提問 在《現代戰域》裡使用的課金產品 會全部轉移到新的《現代戰域》嗎? 雖然官方回答他們有在考慮 但我認為不可能全部轉移 否則到時候平衡性 遊玩表現都是極大的問題 頂多有些組合爆會重置然後重新推出 2020年的《現代戰域》 在改頭畫面初期總會有不少BUG 洞視暴雪也承認他們搞砸了 並承諾會快點處理好 《現代戰域》最一開始的構想為《現代戰爭》的延伸 但因為獲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功 後來才把冷戰跟先鋒也加進去 卻也導致開發困難 如果製作組有學到教訓並且好好準備的話 或許《現代戰域2》會比較穩定 比較少出現BUG 想要不要再卡制